大家希望想要的是怎樣的回饋 然後銀行可不可以提供 我們把我們的意見就是在網路上分享之後 順便有銀行的產品信息他就會看到 稅費刷卡要審貨到底要怎麼樣 我這邊問大家三個問題 一樣都是ABC三個答案 大家可以想一想之後然後把你的答案打上去 這個基本上的話就是文明自然 所以如果有在看直播的這個產品PM 或者是之後回來看這個直播影片存檔的人 其實都可以知道這個到底大家的意見是怎樣 你的意見非常的重要 因為銀行都會看好不好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假如你是銀行的話 那這個代收代繳的這個項目 你願意給消費者回饋的話 我們現在先換一個這個義地而處 我們先換假如說你是銀行財團 然後你自己本身要開 你自己要開發一個新的產品 那你願不願意針對這種所謂的代收代繳的部分 提出這個回饋 這個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是你願意 第二個是不願意意換的是不知道 其實這個問題非常的簡單 就是這個配線的生意沒有人做 那如果我是銀行的話 包括問題的話發行聯名卡 我的貝基聯名卡 那個要不要提供稅費的部分有回饋給你們 對那這個部分當然是我自己要吸收的 大家都想說是A嘛對不對 有人講說大家都說願意哦 你這怎麼一回事 你們都覺得願意我回饋嗎 你知道中信卡他自己 每年的獎稅的稅盤 是5600.3 這個數字基本上 你如果把它乘上0.3% 就已經很恐怖了對不對 這個數字算起來都是好幾百萬的錢在燒的 所以這個銀行為什麼他不願意在代售 代價的部分都是排除這個商品 這個問題非常簡單 就是因為他這個代售就是左手進右手出 他只有拿到消費者的這個消費數據 他基本上沒有辦法從頭到 拿到所謂的交易手續費 所以他等於是說花了兩三千萬元 然後去買到這個所謂的數據而已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當然覺得這是一個不花雙的交易 當然就是排除 對 所以你看 每個人都給我寫 你們真的是你們太誇張了 你們要異地的主題 你是銀行好嗎 對 你看一個些人就是 你看吳文道就寫說是B嘛 不願意啊 對啊 這怎麼這樣 雖然吃虧本生意 但是能充刷卡量 不僅是這個刷卡量 就是說你自己有了面子 但是你失去理直啊 好我個人覺得如果我是銀行的話 我自己當然也是選說 你願意我是選 好不好 不然的話就是 真的是虧本生意誰要做 所以這一點的話 為什麼我第一個問題 會問這個就是 希望讓大家能夠先站在銀行的角度去思考 不要說我們永遠都覺得說 銀行你就是一定要給我最好的回饋 這個有點困難 因為現在假如說 我們要跟銀行去談合作 或者是說談一些其他方案的合作可能性 基本上你都要站在銀行的立場去想 所以我也不可能說 我永遠都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跟銀行講說 我就是要這個 我就讓那個全部都要給我 不可能 好不好 所以我也是希望我們大家能夠 回到一個比較理性的角度去思考 到底怎麼樣能夠讓銀行能夠長長左右的去給回饋 讓我們消費者也能夠拿到更多的好卡 對 這個充施試戰率就靠A嘛 其實像這一次 就是永豐我覺得這次永豐的揪得很猛 因為我這個第一屆的永豐揪團 其實我只有揪到大概40人左右 我把一半分出去 所以大概我自己本身拿到的這個回饋金 就是大概是20個人左右的最卡量 所以第一季我覺得這個成效不是很好 因為我們第一季的這個遠東銀行的這個 MGM9堂活動 我們就已經有來到多少 就是好像是110人吧 這個還蠻多的 但是我們這個永豐的第二季 兩個這兩張卡片就倒轉過來 對這個非常有趣 就是現在的話呢 我們永豐的這個新戶來跟我搜尋這個 要推廣的部分已經來到100人了 你看現在才過兩個禮拜 最久100人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個繳稅費的部分 真的是很厲害 他就是只要撒錢下去 他真的有機會可以從卡量 所以永豐銀行他這個這一次的繳稅 真的很好 那反而是我們現在的原因 現在只有來跟我申請就是要新卡的 就是只有10個就還蠻少的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真的十年合同十年合心 但是還是需要大家的支持 對就是這樣 好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題我們這個講完了 接下來第二個問題 就是回到了我們這個 這個我們消費者的立場 就是這個銀行如果 我看一下 銀行如果給繳稅費回饋 你覺得給幾%是OK的 第一個就是0.3% 第二個是給1% 第三個是給2% 這個數字代表是我下班的 因為這絕對是不太可能 因為這個是賠太多了 但是呢 0.3%跟1% 都是中國信託曾經推出來的 這個在2017年 這個LinePay繳稅神卡的時候 有的 好 這個全產業3%的時候 大家都拿這張卡片去刷 那個什麼儲蓄險啊 然後呢 他就是拿了那個什麼 LinePay提起卡 這個他的取得資格 所以這個卡滿猛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還是把它拿出來講 那A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目前的這張卡片 也就是所謂的中信的這個 所謂的商禮泰金卡的部分 是給你點上趴的回饋 好 這個部分呢 可以讓大家來思考一下 就是說 這兩個A跟B呢 基本上是銀行曾經推出過的 那C的部分呢 基本上有點天方夜台 所以大家還是覺得說 其實繳稅只要1%就夠了 好 所以呢 如果您是各家銀行的產品 PM 或者是我們遠銀的長官有在看的話 請你特別注意這個行動 大家都說他們要1%就好了 所以如果我們的遠銀卡呢 就是在我們的第二季現在的普通 就是如果忽然間有哪一個 就是 欸 繳稅費給得了1%的話 相信我們的半卡量 就是忽然間報酬 你不用給到像永豐的這個 這個多少 有6%吧 你不用給到6%好不好 你只要給到1% 大家就半了 這個真的是很難 不用講2% 只要1%就可以了 哈哈 這個 這個女人說那不問好了 哈哈 好 所以這題的部分呢 基本上大家還是覺得說 大概我們不要太彈琴 大概就是1% 只要你的稅費有回饋1% 你基本上就是 我們大家心目中所謂的繳稅的審討 好 這個問題呢 其實是非常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最後一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呢 就是我看一下 現在呢 其實很多銀行他在針對就是繳費 繳稅費給迫饋他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我這邊有整理出來有三個不同的玩法 那請大家來做選擇 就是這個問題就是 假如說真的有新一代的繳稅審討問世的話 你比較喜歡的是下面哪一種 就是模式 A的話就是像永豐卡這樣子 他就是有一個特殊的活動 那他有綁線量 就是全台灣只限前1萬的 然後有限 這個每一個人就是最高就是 所謂的1500塊錢 所以他這個 他這個數字這樣算下來是多少 1萬乘1500 應該是1500萬吧 所以永豐英雄他就是拿出了大概1500萬 左右的預算來玩這個活動 好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現在中信的泰山卡 他的玩法就是說 他把它做成一個所謂的特殊的活動 但是呢 他限定你只能夠繳水費電費 然後就是只限定你的什麼 中所稅啊 一些指定的稅款 然後再來就是限定在他們自己的繳稅平台來做繳費而已 其他一些不大的東西他都不可以回饋 他的平台只要不支援 你就是拿不到這個回饋 但是他把他的回饋率 可以壓低到0.3% 或者是他以後可以 將來有機會有卡片 有銀行願意推出0.5% 也不錯 這是第二個選項 第三個選項就是 也是有點類似像中信這種 他也是常態活動 像花旗的透明卡 他基本上就是繳水電 在他的繳費平台繳水費電費都是有不怕的貨溃 這張卡片其實是 一早期所有的水電費的省卡 因為大部分的繳稅被在行動支付出來以前 都沒有任何的貨溃 但是呢 花旗透明卡其實是很早期就有了 但是他現在已經不能夠申請了 這樣子 16元講說30塊錢 港元寶大解決我的疑問 OK 來這個 邵小姐說 極致式回饋也不錯 所以你的這個意見我覺得還蠻好的 只是說極致式回饋 你必須要去思考他要去怎麼操作 我覺得這個也是有點複雜的 因為很多信用卡 如果你玩得越來越複雜 其實反而消費者是不行 看一下大部分人都寫說是多少 這個C 你花旗的透明卡要給1%的回饋 所以是因為他這個數字是 常在性的活動又給1% 所以蠻厲害的 但是他有一個斷出條件 他一年只給3600塊的回饋金 所以他等於是一個月只能夠拿300 他其實是有上限的 所以這個是無上限 但是這個有上限 所以我覺得銀行都算得很精 他不會讓你贏太多好 所以基本上這個玩法的話就是說 你如果拿來繳 比如說你家是工業用店 然後你拿來繳的話 你可能就是繳個 繳個沒多少吧 你可能假如說你有單筆的話 你可能繳一筆用完 你就要用其他的卡一筆繳 所以這個就是 你可以都把它辦下來使用 然後根據你自己本身的這個賬單 然後的金額多寡 然後來用不同的平台來作賬費 大概是這個樣子 有邵小姐的視訊收訊策 一本黃說 我滿希望有一些行可以 推出個繳政府規費 勞保 勞健保 百分之0.5% 其他國內外衣班 消費1% 這種擺明就是要專充這種類似的卡片 但是我們大家可以去思考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推出這張卡片 它的市場利益是什麼 它要的是哪一個族群 如果它要的是這種 省場面好看的族群 因為它基本上根本就賺不了錢 所以它就更不可能會出這種優惠 所以這個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對 反正基本上我們的iForting 就是有三個問題 跟大家做提問 那大家的回答其實也非常的好 就是 如果長官或是信用卡片 有看到這個請問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拿來做參考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再說 如果我們自己本身是銀行的話 我們願不願意 大家都說願意 所以非常好 那銀行你就推一個 就是有稅費回饋的賬法 畢竟我們大家都講說我們願意好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就是說 銀行如果給繳稅費的話 到底10%是大家最喜歡的 剛剛大家講到的就是10% 所以非常的 這個數字非常的漂亮 假如將來有銀行想要推這個 繳稅省卡的話 你這個數字是可以拿來做參考 因為這是大家最喜歡的 第三個問題的部分就是說 真的有一期在繳稅省卡 大家最喜歡的是哪一個 那剛剛看下來就是 A B A C C C E A C C 很多人都選C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花旗透明卡那種1%的回饋力 然後再加上 它這個在特定平台繳費 然後可能有上限部分 可能會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部分 所以這個三個問題就是 可以給各家銀行的PM 可以去做一個參考